大家好,新聞專題時間 我們今天就插入 插入的位置就是 閃師傅的新片 88集 這條新片就說 閃師傅說自己要做奸神 不做這個 不做李連嬰 要做這個危證 接著就對林鄭月娥 說林鄭月娥沒有使命感 主要的位置就是 林鄭月娥就叫市民不要批評司法機構 因為相信法官發誓之後 就一定會遵從他們誓言 使司法機構公正公平 但事實上看到現在的情況就是 司法機構有很多黑幕 用閃師傅的說法 其實他們是黑暴最愛支持者 因為放了很多人 閃師傅也說 之前的首席大法官 林鄭月娥出來 都呼籲司法機構要做好些 司法獨立 不等於是司法王國 那麼 閃師傅還有說 因為林鄭月娥的地位是最高的 林鄭月娥是因為 因為司法界是很講seniority 其實是很階級觀念很重的 人們經常講司法公平 那些是錯的 因為其實司法階級觀念很重 而林鄭月娥的地位 都應該是在理角能 或者在馬道合之上 是 是 先師傅是說彈數高很多 他做一個外國人 完完整整的外國人 連一個外國人都 退休了 都說現在香港司法有問題 大家要看一看 他還有一個 這集有一個很有趣的 他講的一個問題 他說 特首的曝光率比較高 整個曝光 他說你開一個 一個多兩個小時的記者招待會 其實你旁邊的人 要做很多事情 做一天的 做半天或一天的 好像傳聞檢測 葉德權又講一次 陳兆史又講一次 林鄭月娥又講一次 講到大家都厭 還有就是 你不能在身邊的人做多 其實你自己也要做一個多小時 因為自己會改別人的稿 一個下午 你自己也要搞一大輪 因為上去你也要做些安排 前期的事情 你也要做很多事情 不只是你身邊的人 你身邊的人 當是不值錢 當是廢 但問題就是 你自己也要做很多事情 可能他也要知道 會不會收工 你不可以去到港 不像我們現在做節目 我來做節目 來到港 港人就走 那些 不可以這樣 就是要有人準備給你的 何況特首 對 所以就說 閃師師傅說 不如做一下實事 不用說 整天都曝光 又好像看到 特首的曝光率有多高 閃師師傅說 其實 做一個特首應該怎樣呢 起碼有些使命感 我覺得林鄭月娥的使命感 就欠缺了一點 因為由去年六月開始 你看見很多時候都避這些事情 大師覺得怎樣呢 做一個特首要有什麼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最重要的是 今集其實講講做特首的一個 需要什麼特質 是 愛國愛港才是第一件事 嗯 必然的 做特首的愛國愛港就是一個必然 但當然這個愛國愛港的狀況就是 至少黃絲是不承認的 嗯 黃絲這麼討厭愛國 嗯 首先我們講一個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一個黃絲都要承認的一個狀況 嗯 即不是一個只是藍絲承認 或者之類的狀況 或者是一個香港人 對 首先你要是有一些基本知識 你不可以像林鄭月娥這樣 林鄭月娥怎樣養呢 沒有知識 OK 沒有讀書 即是他每天只讀那些 即是你沒有一些牙外設計 你理論架構是不齊全的 嗯 那第一個呢 當然你是要有些法律設計 因為今時今日很多時候要法律 你是 現在你是要一個司法機構 大家都說對方法律不公的時候 嗯 即是 雙方你必需要有一個法律知識 你無論行什麼方案 你都要是 你都要是 不是好像逃生生的那些 亂區那些 你都不知道法律 我昨天已經解釋了 前天解釋了一個法律程序 即是那個捉大陸的內地司法 即是稍為有少少少知識 那些才可以 你不像香港那些 全部呢 政治掛稅 自己法律本身的過硬程度 都不夠 那就亂區那樣 那你就不行 你不可以這樣做 立場先 你立場先不重要 嗯 至少你說的那些是合理的 即是你不要說那個法官 都說過 我仍然經常都說那個法官 你in possession of 都 你都要講 即是背著都不見的 possession 我拿著才算 即是你不要連字都不懂 你不要連一個基本的法律都不懂 你不要連講台語一章都沒有看過 你不要連那些基本的知識都沒有 你不要連大陸的法律 完全不知道你就批評他 那你是捉到他那個痛腳 你才去打他 嗯 而不是亂區 你不是一個民粹 騙一些 去騙一些幾百萬人 幾百萬蠢的人 明白嗎? 但是那個重點來講 這個你要求一個 不是 不是 我同意這個說法 這個重點 現在我們不是一個民粹 即是好像我這麼聰明的人 我要講什麼是怎樣 如果一個人好像其他人這麼蠢 那麼豬 那麼豬的話 你便找回一個豬的法官 你便找回一個豬的法律機構 那麼多的法律人 那麼當然我可以這麼說 其實現在泛民那些人 那些人是 那些所謂的那些資深大資 全部都是豬來的 在我心目中 為什麼呢? 這就是某位律師剛才講的問題 我說 為什麼那些事情這麼差 他說是的 即是某位是立法會議員的律師 他說是的 其實我們才知道 因為當你做得政治多的時候 你的法律會更差 因為 因為 因為政治是不需要法律 就是知識的 所以你做了一做 那樣東西 要強行進去的時候 你漸漸做得多的時候 你的法律狀況就會更差 所以那幾個資深大師 那些人以為法律大臟很厲害 其實那些法律 你一做了政治之後 就強行離開 因為他們都離開了法庭 不是離開了法庭 他們就算在法律中 他們習慣了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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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有離開法庭 他們做了政治也有上法律的 但是在法律中 你很明顯看到他們那個 這麼大件事? 很大件事 因為你做了政治 你強行離開了多 你會影響到你的思考 所以法律知識應該有 而且林鄭卓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才選擇那些 女子鄭若驊的那些 因為鄭若驊 有朋友不知道這樣說 波律堂也是一個資深大律師 她說 他不知道他有沒有上過 不是吧 他做仲裁 是啊 我知道他做仲裁 就是正式的 不知道他有沒有上過 不是吧 也挺恐怖的 他本身是仲裁專家 你知不知道他一直都是發展仲裁事業 他做了政治思想之口 哦 即是他不是劉德華 哈哈 劉德華不同 劉德華當然是 因為他自己做了被告 你在法外情 他自己做了被告 他特別深刻的印象 打這些 對不對 所以劉德華不同 所以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首先有法律知識 第二就是他一定有商業知識 哦 那這些一定沒有的 但是他一定沒有的 但問題是 你如果小小的商場上 你只是自己幻想出來的 或者跟 好像蔡英權一樣 跟人喝飽吃醉的 因為商業知識 你是 那蔡英權一定有的 那蔡英權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是的 蔡英權一定有的 我經常說蔡英權 你剛剛說 你昨天那個新聞聯播 你選擇特首 如果有沒有選擇 就是蔡英權 那他有商業知識 他法律知識是怎樣的 那當然沒有 但是問題就是 他商業知識很一般 你什麼時候見過做生意 什麼 你什麼時候見過做生意 你什麼時候見過做生意 他踏水嘛 他踏水就是沒有商業知識 OK 要有金融知識 你一定要在金融界 因為香港是金融 香港是金融城市 很難 你對於股票 對於股票 或者是 金融市場 貨幣市場 就是銀行 金融 證券 這些知識 那些你是很需要 林鄭若說這些都是拿匯豐的 他不是太有錢 你一定要有金融知識 在市場上打滾過 那你才 或者你是 最少你都好像 可能是陳德琳 那些 你有一定的金融知識 你才能夠做到 就是 你這些基本的知識 你有 還有就是 你要有 觀眾緣 這個觀眾緣是最重要的 因為大家知不支持 其實他開始的時候 上台有觀眾緣 是 你不可以說他沒有 我沒有說他沒有 他初初有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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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成一嘴苗苗苗 反白眼 我不知道他 他是怎樣的 其實他的態度有些轉變 因為我也經常看他 我支持他 但是問題是 我發現他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成一嘴苗苗 好像很不滿 你現在 事實上 你很難不吹苗苗的 因為被人這樣打的時候 你如果被人一直這樣打的時候 你是一個 要一個 是 你現在做特首 海量 海量 以為算是汪咸 應該是 特朗普 即使 bite 即使得的 即使得的 特朗普 即使得�� 即使得的 即使得的 習主席 也有他 甚麼地方 你告訴我 習主席 他還沒有去舉重弱卿 毛澤東就是舉重弱卿 你 不是 毛澤東 他就是被人們罵的時候 他仍然很定地去處理 他是去處理 無論是鄧小榮的級數就是處免不驚 即是你面對敵人,面對非常之敵人 你都很輕鬆地做 即是你有很高的EQ才能做到 除了知識還有什麼呢? 使命感,知識還有什麼欠缺呢? 態度需要改善嗎? 態度是跟什麼呢? 反而其實還未講過使命感 是的 你有沒有使命感呢? 反而我覺得是其次的 但是當然你要讓別人覺得你有使命感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其實所有的政客你一定是自私的 政客不自私就做不到政客 是的 但是至少你想做一些事情 你未必是一個使命感 你自己是 你是一個使命感的技師 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 你有一個目的 做這件事 你不是害怕任何人的 是的 你夠膽去做的 現在有些人是不夠膽去做的 不是拿出糧的 不是拿出糧的 你夠膽去做的 就是說那個是一個 在香港不同的 即是做太平盛世的人 即是胡錦濤、溫家寶的年代 是太平盛世的時候 你其實不用 你以為是不求有功 但求無國 這個是鄧小平一早已經想下去 是鋪落了 我鋪落了這條路好走的 你就走完胡錦濤、溫家寶的年代 我就不看了 因為他知道下一步就難打了 因為胡錦濤、溫家寶的年代 他覺得是容易打的 所以就是 不求有功、大求無國就行 他找了一些不求有功、萬求無國的 人民之班 亦都是對的 然後再下來 就不是了 再下來是打硬仗 打硬仗你就一定要不怕輸 嗯 你如果怕輸的話 你會害怕 你越是害怕 你越是不行 譬如周任權那些是怕輸的 嗯 周任權也是怕輸的 其實梁振英都怕輸 梁振英都怕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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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一個 如果是企業家精神 因為我不落著 我就輸了 是啊 我落著可能有一半機會贏 一半機會輸 我支持梁振英以為是落著 是 我都以為梁振英落著 但結果梁振英沒有落著 當然有人跟他打仗 在他這樣的惡劣形勢的話 他沒得落著 但問題是 結果他投了一個更加惡劣的形勢 比下一手 是啊 很簡單 這個就是我一直都覺得 曾蔭權是一個非常壞的 的 什麼 狀況 就是 錯就錯在他 錯就錯在他 但是董建華也是錯的 因為董建華後期已經是不敢落著 他 你只要是好能的忍受 你要好能的忍受 當然這件事 就是 他最初是坦落著 是被田北俊打殘 是田北俊的東西倒戈 嗯 所以令到 他那件事 本來他硬硬過 2003年的時候 2003年的時候 國安法是公拜遂成 嗯 就是因為田北俊 而今時今日的狀況 整個狀況 就是田北俊造成的 所以田北俊其實是千古罪人來的 今時今日有這個國安法 有這件事 就是當初2003年的時候 他當然是受了那些 受了那些 是大媽灑去做的 既然你可以去做 你搞不填大媽灑 那但是 但是也換來了17年 什麼 也換來了17年 17年 和平的太平日子 不是 太平日子 不要說這些 也換來了17年的日子 你不要說他沒有做到事情 是不是 也換了17年 17年是什麼短的日子 大家都說是享受了17年 但問題是你 人生有幾個十年 你享受了17年之後 你之後所面對的問題會更加大 嗯 這個是這樣 林鄭月娥當然表面上是敢闖關 但問題是她敢闖關那件事 本身 這件事 她本身沒有一個很高的 她闖那樣關是錯了的 嗯 其實那些事情她想落著 但是她那些落著 你是在片子那裡落著 其實她反而 她當初的時候 是 《逃犯條例》的時候 嗯 她直接落到23條也好一點 嗯 應該是很高 她直接說 那些人說 《逃犯條例》其實是 等於幾個23條加起來的 嗯 所以她直接 因為這23條你做了十幾年的時候 至於田北俊那些 全部人都會支持 到了最後過一 你已經做了所有 抹茶廚 所有做了 做了錢 她想過 她一直走這些 所以她整個政治判斷 林鄭月娥是一個 因為她是一個不讀書的人 她是一個不讀歷史 不懂的 所以她說 香港當然 香港很多人都說 讀歷史沒有用的 嗯 但當你沒有讀歷史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 Case Studies 沒有什麼 所以你就沒有了 沒有了政治感 沒有了政治觸覺 所以她不知道 整件事究竟是怎樣 其實 我聽到 香港很多人都說 讀歷史沒有用的 所以就令到 那些人的智力這麼低 那先師傅 今次問她是以史為鑑 就是希望 她今次這集的結尾 就是希望大家得到歷史文 歷史裡面是鏡子 就是讓我看到自己的不讀 而她引自己做偽症 她忘記了 就算她是偽症的話 沒有沒有 她沒有引自己做偽症 她說的偽症 她寧願做偽症 她是第一個看《史觀》的書 第一個教《史觀》的書 第一個教《史觀》怎麼寫 所以她的《鑑制言論》 所謂精冠支持才做得這麼好 所以林鄭月娥 首先她控制不了輿論 所以她已經做不到唐太宗 所以她已經做不到唐太宗 唐太宗精冠支持 現在是近十年八年的人 原來她最有效的地方 就是為了掌制言論 所以人可以把它寫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相信《史觀》的《史觀》 你就犯了 所以她根本控制不了整件事 她就做不到唐太宗 她就做不到唐太宗 當然她也沒有人那麼兇殘 唐太宗 是自己打天下打出身的 她自己幫父親打仗 然後把哥哥和弟弟 才能做到 然後就迫供了父親 才能做到皇帝 所以呢,林鄭月娥當然也不是唐太宗 我對於怎樣怎樣的都說了 說了一些是需要一些特首的特點 就像你說的要多些知識 還有使命感要讓人知道你的使命感 要肯駁牌 現在他是不駁牌 你現在不肯駁牌的話 當你駁贏了,他也行 他駁了一支牌,那支牌是不應該駁的 還有駁牌,你駁不駁都會被人罵 現在去到什麼局面 反正都被人罵,你做什麼都被人罵 不如駁完這支牌,可能會翻身 情況就是這樣 好,就這樣吧 好,今天的新聞專題就是這樣 我們明天再談,拜拜